说人情冷暖 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想吊我的杠 趁我怀孕在背后搞小动作 老娘陪你玩到底 我进公司前三个月试用期 公司是没有给我缴纳社保的 告诉你 老娘马上要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你们 一告一个准 我手里关于公司的黑料多着呢 想把我这座神送走 你没这本事 人力资源部办公室里吕文静一手插着腰 一手把主管的办公桌拍得震天想 若非她那明显突起的小腹 估计没人能相信 这个中气十足的女子是个孕妇 我对这般场景丝毫感不到诧异 吕文静是我们公司的老员工 她天生爱怼天怼地 一言不合就要告公司 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 时常走到公司门口 我就听到她扯着嗓子和不同的人吵架 这次吕文静在休完产假 恢复上班后的半年时间里 又怀上了二胎 公司新来的人事主管 想暗中操作 劝她主动离职 吕文静当然不会上套 经过几回合的语言对打 人事主管败下阵来 别以为我平时在家挨老妖婆那些骂 是白挨的 那都是战斗经验 她以此为借口 奖励了自己一个一万元的哭泣女包 对 我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同事 唯一有一个软肋 或者说是克星 她的婆婆许平 许平一出场 就能瞬间摧毁吕文静所有的骄傲 在公司的这几年 我的早餐都是银耳汤加卤蛋 一成不变的 还有一个实时直播的语言节目 听吕文静用尽一切尖酸刻薄的语言 攻击许平 哪怕是大家在吐槽客户打款不好气 总是分不到小额打好几笔 她也随口要顺口 拐个弯酸一嘴 和我家老妖婆每次充公交卡 只充两元 多的不充一样 简直不可理喻 你们晓得不 老娘生大宝坐月子的时候 我那个极品婆婆 把我气得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这天的直播又拉开了帷幕 我劝说吕文静 火气别那么大 免得气坏了身体 落下了饼根 吕文静摆摆手 你是不晓得这个老妖婆有多奇葩 她说当年她喂儿子母乳 奶水很少 经常把娃饿得哇哇直哭 许平一着急 扯开吕文静的领口瞄了一眼 哼 就你那么小的咪咪 有个球的奶水 不晓得你妈咋生了你的 咪咪小的像个男的 模仿完婆婆的原话 吕文静连翻了几个白眼 想起这事 我气得都要缺氧了 真是个毒妇 我盲劝她不要动怒 毕竟现在怀上了二胎 吕文静撇撇嘴 抱怨她在家过得胆战心惊 每次逛商场买了衣服和包包之类的 还需要和婆婆斗智斗勇 把新包揣进旧包 提回家 又或者出门前 就准备好黑色垃圾袋 把新衣服和包包装进去 假装啥都没买的 拎回家 我们单位是一家 在四川省内 小有名气的美妆公司 吕文静爱美 人尽皆知 哪怕她只是个文案的策划 不化妆不出门 均决不允许 别人看到她的素颜 365天 恨不得日日 衣服不重样 老妖婆就见不得我花一分钱 她要是小的 我买个包 要五位数 她能去厨房 取一把菜刀 把我砍了 我如果只小的赚钱和生娃娃 估计她才能满意 她说这话 根本不是无根据的 吕文静刚怀上二胎时 恰逢她的生日 老公成前 给她买了一套护肤品 价值几千元 她顺手发了一条朋友圈 平常她都会设置 紧婆婆不可见的阅读权限 可那天也许是兴奋过度 一下子漏了这茬 许平看到后 立马给儿子打电话 问护肤品的价格 成前以为母亲也想要 如实回答 这下可好 许平乍毛了 坐在沙发上 静候 吕文静回家 凌晨十二点 吕文静看完电影回家 刚踏进家门 许平 劈头盖脸的就开骂 这个平时九点准时 都要睡养生觉的老太太 等老娘到半夜 就为了指导骂我 说我长得丑 往脸上抹再多 还是满脸坑坑包包 让人看了倒胃口 老娘不是看她承诺 帮我养大两个娃的份上 真想反手 给她一耳使 我丑吗 我有她说的那么丑吗 至于几千块的东西 骂了我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 和往常一样的工作日 我就着银耳汤 津津津有味的 听着吕文静吐槽 平心而论 吕文静很漂亮 身材前凸后翘 很有预解法 唯独脸上 有些浅浅的豆印 也就是她的毒蛇 婆婆能抓到弱点 对她进行精准攻击 早餐还没有吃完 就在吕文静 去茶水间打水的道 一个穿着朴素 上了年纪的女人 抱着个婴儿 闯进了我们办公室 女人阴着脸 进门就问 谁是你们 吕文静的领导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 我问 谁是吕文静的领导 我得亲自问问她 你们公司 是做美妆行业的 一个月就发几千元的工资 凭啥子要求员工 买昂贵的护肤品和衣服 工资都不够买 那一套擦脸的 员工还养不养孩子 还管不管家了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 毒蛇婆婆许评 显然 吕文静把买买买的锅 甩给了公司 公司的确是要求 从业人员注意形象 工作中着彩妆 只不过她在这个要求下 扩大了自己的欲望 作为旁观者 我都被许评的震慑力击中 一口卤蛋卡在喉咙 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噎得我难受 还不敢挪动步子 去接水喝 正好吕文静打水归来 瞬间蔫了 她唯唯懦懦地 走到许评身边 压着嗓子问 妈 你怎么来了 我在这上班呢 领导不在 有啥事 咱回去说行吗 怀里的大宝哭了 徐阿姨这才收起怒火 忙着哄娃 吕文静赶紧掏出手机 帮她叫了个车 好说歹说地 打发她走了 新来的应届毕业生 见到这般架势 不禁私下问吕文静 文静姐啊 你婆婆那么过分 你也不像 能受这般委屈的人啊 为何你不反抗呀 此时 吕文静才真正文静了 那么几分钟 她张口结舌 不知该怎么回答 新同事的提问 这要从吕文静的家庭说起 吕文静的母亲 在她三岁时 婚内出轨 抛夫妻女 和一个小混混在一起了 父母离婚后的第三年 吕文静的父亲 不幸又出生或身亡 从小 吕文静跟着年迈多病的 寡妇奶奶一起生活 那时起 吕文静就抛弃了父母 在她出生时 对她寄予的厚望 希望她是一个文静的女生 她给自己周身插满次 任谁靠近她的安全警戒线 就会竖起盔甲 与之对抗到底 这就造成了 她飞扬跋扈的个性 直到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成前 文静才觉得生活有了意义 可好景不长 吕文静和成前谈婚论嫁的时候 就招到婆婆许平的强烈反对 原来直到今天 狠心的母亲和当初那个小混混 还生活在一起 并且母亲租住的房子和婆家 同属于一个片区 那个继父在小混混的道路上 越混越烂 最后成了一个臭名远扬的贯偷 长期驻扎在菜市场 专偷年迈的老年人 有一次 继父的第三只手 好巧不巧的伸向了许平 一个价值200元的老年鸡 被她顺走了 许平其实当时条件不差 当年赶上拆迁 名下分了房子和铺面 但她一辈子节俭惯了 秉承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宗旨 许平对每一分钱都极度吝啬 想着都留给自己的孙子 所以手机被偷后 她气得高血压都犯了 坐在地上猛锤胸口 目击者告诉她是继父所为 许平火冒三丈 邻里坚弹起这样的准亲家 觉得祖上的老脸都丢尽了 所以坚决抵制 儿子和这样家庭的女孩在一起 只是那时 吕文静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为了爱情和肚子里的孩子 吕文静痛哭流涕 放下一切尊严去祈求婆婆 希望她能理解自己的无辜和无奈 前程也以绝世来吓唬母亲 经过一个月的博弈 许平松口了 但即便是许平接受了吕文静 在吕文静来看 她在家庭的地位自然也是下降了许多 吕文静的大宝出生后 许平似乎是意识到 做着文案的儿媳妇和在亲戚公司挂着闲职的儿子 根本养活不了孩子 于是心疼儿子和孙子 她正式表态 大宝贝孙子今后一切吃喝拉撒睡的费用 自己全权承担 如果有二胎 规矩依旧 所以许平能让吕文静屈服 一部分是因为吕文静 气短 更重要的 还是因为钱 毕竟吕文静也并不是省油的灯 她常常告诉我说 她怀疑自己得了购物狂这种病 她最羡慕的就是明星 可以疯狂的买买买 然而 她毕竟不是明星 只能拿着微博的工资 靠刷多张信用卡和分期付款 为她的梦想买单 吕文静会用两个月的工资去买一个包 刷爆信用卡额度去旅游 是多家美容院的VIP会员 我劝她还是得理性消费 她说 大概是小时候什么都得不到 现在只有买买买 才能填充我的心 只有包包能给我安全感吧 大概是五年前 许平第一次劝儿子和吕文静离婚 有了这一次离婚 好像成了许平的口头禅 时不时会从口里蹦出来 那次吕文静为了暧昧 跑去北京做了断骨增高手术 在脊椎处打钢针 直到现在她穿漏背的衣服 我都能清晰地看到 她后背上那一条长长的疤痕 许平知道 恨不得冲到北京去手刃吕文静 要知道 这场增高手术 把吕文静和城前婚礼上 收的15万元的礼金 以及许平给儿子存的私房钱 全部消耗殆尽 等前程把平躺着的吕文静送回家时 据吕文静描述 许平都快气晕绝了 她天天以泪洗面 向林立街坊哭诉 儿子娶了个败家娘们 被吕文静天天这般作妖 自己得折寿好几年呢 吕文静自知理亏 给她写了张欠条 说在未来的四年时间内 偿还账付一半的礼金 和全额的私房钱 徐阿姨才算过去了这个坎 那你不还钱了吗 我问吕文静 还还毛线呀 把我卖了我也还不起呀 我的命还不如增高 那四厘米之前 吕文静自嘲道 今年年初 吕文静生下二宝 还没休完产假 就回公司上班了 我说她疯了 带薪休假不休 还甘愿提前回来上班 她跟我说眼光短 见识短 说她是以大局为重 你啥时候那么爱港敬业了 这可不是你的作风 我问她 我的大局才不是公司好不好 我的大局 是我自己的身心健康 不然 我在家继续休产假 我会被我婆婆骂得 暴毙身亡 吕文静汲取大宝的经验教训 决定早早断了母乳 让二宝喝奶粉 许平自是在家 大骂她自私自利 坚称母乳 才是给娃娃最佳的营养粮食 我婆婆说 没见过我这么恶毒的妈妈 生出来的娃娃 没喝过妈妈的奶 还说我 生个娃娃 不出钱也不出力 不配让娃娃喊我妈 切 我还不是第一胎坐月子时 被她骂怕了 想想她骂我 咪咪小的那个嘴脸 她还好意思说我自私 我没被她骂的 产后抑郁 只能说我太坚强了 时隔几个月 吕文静又恢复了 每天早餐时间吐槽的时候 我以为 生活的节奏会一直这样下去 这婆媳俩的关系 也会一直在争吵中 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一个在明处发泄 一个在背后发泄 事后 日子还会按部就班的继续 谁知道 生活总是能在关键时刻 给人一记 五味杂陈的考验 两个月前 吕文静在上班时 一头扎在地上 昏倒了 大家手忙脚乱地拨打了120 协助医生把她抬上救护车 一路呼啸送到医院 吕文静被查出是脑内 海绵状血管流 医生称情况危急 需要立刻进行手术 而且术后不好恢复 至于手术费用 自食不费 赶来的 城前明显下滩了 坐在走廊上 双手抱头 拿不定主意 关键时刻 许平站了出来 致 人命关天 赶紧手术 其他的都是小事 随后 她果断卖掉了 手里还在稳定 赚取租金的房子 坚决要救吕文静 手术当天 我们几个同事 去探望吕文静 我把大家 愁得的一点心意 交给许平 她十分有礼貌 握着我的手 连说了几遍谢谢 并拜托我 转达公司给其他同事 望着病床上还未清醒的吕文静 许平竟然流泪了 碎碎念着 吕文静这个造孽的娃儿啊 说起来也可怜 早早的就没了爸 妈也是个不争气的东西 对她三十多年不闻不问 我还不是看她造孽 把我准备拿来养老的房子都给卖了 给她治 我这个婆婆呀 也还是人之意尽了嘛 我张口接舌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眼前这位老人 许平继续说 我晓得她天天背道说我 她烦我 看不惯我 说实话 我也看不惯她 烦她烦得很 你说 她都没爸妈帮忙了 就不能节约点吗 存点钱给两个娃娃吗 我现在还能动 有点老本 能帮帮她们两口子 以后 我扭不动了 她们一家四口的日子怎么过呀 你看 她成天大手大脚 不在脸上涂涂抹抹 就活不下去了 她咋就那么不懂事呢 唉 说着许平用手擦着掉的眼泪 说要下楼去打饭 我拦住她 说这么热的天 我用手机帮她们点点外卖 许阿姨摆摆手 说外卖不干净 若不是家离得远 她就自己回家做了送来 吕文静在恢复期 等她醒来 还是让她吃点食堂做的饭菜 卫生干净些 她还补了一句 丫头 你们年轻人 真要改改生活习惯 外卖多贵呀 多走两步 去食堂吃多好 钱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攒的钱带不进棺材板 还不都是为了娃呀 我看着她拎着盒饭 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鼻子微微发酸 我的心脏 忽然被这个口硬心软的老人 包裹得紧紧的 莫名的温暖 这个月初 吕文静出院了 但她不能着急上班 只能在家慢慢休养恢复 吕文静无聊的时候 会和我发微信 仍旧是吐槽她的婆婆 不过 在她的字里行间 我居然读到了 和往常早餐时吐槽的 不一样的画风 我婆婆真的是抠 一辈子都抠 我就没有见过她那么抠的人 一把年纪了 也不舍得给自己买点衣服 舍不得对自己好点 唉 我还是赶紧回去上班吧 多赚点钱 她舍不得买 我就给她买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